那對於國內的這一個疫苗 我們目前的存量等於這些的現況 那我們的資訊也都是公開的 所以如果綜合判斷的話 我是懷疑說郭董會講這種話 所以我才問說 這句話真的是郭董講的嗎 那怎麼聽起來很像是BNT或者是沙爾復興 在跟我們談的時候 所講的那樣子都十分的類似 我一點都不懷疑郭董對於台灣 這個國家跟人民的一個熱愛 所以他這個愁高的這個情操的話 是我們是一點都沒有懷疑 問一下那個郭董現在對疫苗上的意見 那你怎麼看 什麼樣的意見 他是不是說要買這個BNT的刺織袋 這個是郭董講的嗎 聽起來好像是BNT的那個推銷員 郭董作為一個世界知名的這個大企業家 對於這種商業上面的判斷 他應該是非常清楚的 對於國內的這個疫苗 我們目前的存量等等這些的現況 我們的資訊也都是公開的 所以如果綜合判斷的話 我是懷疑說郭董會講這種話 所以我才問說這句話真的是郭董講的嗎 那怎麼聽起來很像是BNT或者是商業復興 在跟我們談的時候所講的那樣子就十分的類似 那後面我還有補了一句話 我們仍然會進行整體的一個評估 看是否要採購BNT的次世代疫苗 所以整個的過程是這個樣子 那我相信我一點都不懷疑郭董對於台灣 這個國家跟人民的一個熱愛 要不然的話他之前不會奔走 然後來提供捐贈這個疫苗 對我們台灣的民眾來做施打 所以他這個崇高的這個這個 這個情操的話是我們是一點都沒有懷疑 那我想這個只是說在整體的情勢的判斷 以及說政府的預算有效的應用的情形之下的話 那似乎應該我的認知郭董應該不會說 要在這個時間要求我們一定要來採購 這一個BNT的這一個次世代的疫苗 那似乎應該 如果從不管從商業上的判斷 或者是整體的判斷來講的話 似乎應該不會提出這種要求才對 所以我是懷疑這一點 會不會 我們在那邊 我們在那邊 那似乎的 那些人 有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